昨天,桃园亚太听障运动会落幕了。 中华队是以27金、17银、21铜、高居总奖牌排行的第一名。 也创下了听障亚运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。 而闭幕典礼上也用台湾传统扳斗的方式, 让各国选手一场桃园当地的特色食材。 把印上该国国旗的客家纸伞送给各国代表, 第八届亚太听障运动会在桃园顺利落幕。 听障中华队很争气地拿到了27金、17银、21铜、高居总奖牌排行第一名, 大幅超过上一届首尔听障亚运的11金, 创下听障亚运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。 这一次中华台北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, 创下了27金、17银以及21铜的优秀成绩。 闭幕式热闹又美味, 采用了2009年台北厅奥闭幕式版德的方式, 端出了桃园当地特色食材, 让各国选手大快夺移。 我们大家都吃得很开心, 还有舞蹈表演也很精彩。 桃园这里的东西都很好吃。 而压轴表演项目, 请到了世界听障选美冠军的林靖兰, 率领的听障舞蹈团来炒热全场气氛。 桃园听障亚运圆满落幕, 但是下一届由谁来主办, 现在却还不知道。 申办前六个月要送件给亚太听障运动总会, 但是伊朗没有送件。 来到台湾以后, 在桃园亚太听障运动大会里面, 虽然有口头提出报告, 表示他们要申办。 亚太听障运动总会只能先做简单的评估。 但是详细的评估, 要等伊朗回去以后, 按照规则提供标准的文件证明, 并且邀请总会派代表过去现场勘查。 在这之后才可以决定。 虽然伊朗有意申办下届听障亚运, 不过资料不完全, 所以只能先把会期移交给亚太听障运动总会会长变声音来保管。 会不会又重蹈2004年和2008年停办的历史, 两个月之后就能够揭晓。 记者, 牛轩用王新中, 桃园报道。